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澳大利亚相对来说是在各个国家中疫情的表现 虽然说我们一直指责为什么不提早封城等等 但是现在的疫情发展速度对比欧洲对比美国来说 澳洲应该说是最好的 就算不是老大那也是前三之一 所以我们跟差的相比我们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好了再说一下上周五的情况 澳洲股市在上周五再次出现下跌 开盘的时候勉强上涨一会儿之后 两个小时之后就开始下跌 最终的话跌幅而且比较大 又跌了5% 收盘收在4842点 那么中国方面在上周上证和深圳方面有轻微的上涨 涨幅约为0.3%到0.5% 欧洲和美国通通下跌 跌幅欧洲的话平均是3.5%到4% 美国股市跌幅约为3.8%到4.1%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目前黄金价格是1625美元一盎司 石油价格目前是22.82下跌大约是在五毛钱左右 另外比特币价格我们现在也不看比特币了 但是还是要说一下 比特币价格大约是6000美元左右 澳元和美元价格目前重新爬升至0.6147 我跟大家反复强调 从长期来看澳元跌破0.6都是历史低位 如果是0.55 那么基本上有多少钱换多少钱 主持人 好的感谢迈克的介绍 那迈克我们看到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 似乎疫情都非常的严峻 那是不是意味着可能中国的经济在今年 反而会比全世界其他国家都要好呢 的确我们知道呢 现在首先我们是在这个中国 它是首先爆发了疫情 但是由于隔离措施比较得利 加上全民的卫生意识呢 比欧美国家要好太多 所以呢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就基本上是控制住了疫情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中国以外的地方开始大跪攻爆发 那么最近几天呢 我在很多中文媒体呢 包括这个微信朋友圈 都看到很多人在转发 有的文章 说到呢 认为中国虽然第一季度经济影响很大 但是之后会比其他国家都要好 说不定呢 反弹会超过意料 我个人不认同这种观点 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呢 今年全球的经济受到疫情影响 都会比去年差 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 虽然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防疫呢 是中国防疫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其实这个复工率啊 没啥意思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复工了以后啊 订单才是关键 这个订单现在在哪里呢 产能虽然能够开动 但是没有订单 是没用的 目前的情况呢 就是全球经济 大家是跟着一起走 那我们知道目前虽然国内的防疫 没有这么紧张 但是经济形势 依然非常严峻 因为现在开工的绝大部分的活 是春节之前 包括二月份爆发疫情时 下了订单 但是一旦进入四月之后 把现在的活干完了 除了医疗和防疫相关的产业以外 绝大部分的订单都会马上锐减 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 现在全球的经济都几乎进入了半停止状态 中国虽然作为第一大制造国 但是光靠国内的市场 目前是没有办法消化掉这么多的订单 所以很多时候我在看网上很多网友讨论 包括这种文章说 其他的欧美国家 学中国什么超作业也超不好 其实这个话是很愚昧的 感觉我们是在嘲笑别人 你看你意大利 每天死一千个人 怎么这么差 首先我们不去讨论 是不是应该表示一些遗憾 或者说我们说应该是 怎么说呢 毕竟是人啊 这个不是阿猫阿狗啊 对不对 一千个人啊 对不对 我们不讨论这个 我想说的是 其他国家的疫情 一天不结束 中国就没有足够的订单 没有订单 工人就没有工资 没有工资 就没有消费 所以 即便现在疫情控制住 但是后半段 光靠中国自己 是跑不动的 只有陪着全球 走完这疫情的全程 当经济恢复了 全世界的经济恢复了 中国的经济 才能恢复 才有可能说 能够上涨 如果像美国停滞了 欧洲停滞了 你说中国要完成 今年6%的增幅 在我看来 就如同我小时候 看的一个动画片 神笔马良 我用笔直接写个6%就行了 对不对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按照现在的情况 如果国际疫情 需要4到6个月时间 来控制的话 那么中国的经济 同样也需要 到4到6个月之后 才来说 它能够恢复 这句话 那就是在10月 才能见分晓 主持人 好的 感谢迈克的介绍 那迈克 我们继续了解 我们看到上周 随着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央行 纷纷出台 就是政策 美股和澳洲 从底部反弹了 接近15%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最坏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呢 的确我们看到上个星期 主要是美国 它是推出了他们建国以来 最大的一次 就是计划 因为我们知道 随着时间的退役 钱慢慢会变得不值钱 可能以前的 几十年前的10万美金 等于现在的100万美金 所以现在的数字 是创纪录的 2万亿美元 就是计划 发布了这个计划之后 美股呢 终于开始了反弹 很多股票呢 都从底部上涨了20% 有的上涨了50% 从底部啊 但是我并不觉得 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那么事实上 在上个星期 我和很多朋友和客户 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一直在强调一点 这一次 全球经济深受影响 是由疫情 所引发的 所以只有这个根本的因素 得到改变 那么消费者的心态 市场的心态 和普通老百姓的心态 才能够缓解 那什么是叫做改善呢 我认为就需要那些 主要的消费国 跨过疫情上升的峰值 开始呢 逐步并且连续的下跌 这些新增的确诊人数 我们知道这一次的疫情 跟这次的产生的全球的 这个经济的后退 跟之前不一样 08年 是几家银行倒闭 这个房地产 美国的房价开始暴跌 导致的 再往前面推呢 70年代石油战争 是由于油价 突然涨了三倍 导致的 这一次不是银行 也不是石油 这一次呢 是健康和生命受到危险 那么这个恐慌 实际上很多的 是无法用钱来弥补 你说澳洲政府 现在公布了 每人要给你两万澳币 是不是 就算给你两万澳币 那也不能保证你不得病啊 所以只有当疫情缓解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知道 哎 冬天快要结束了 春天就要来了 社会马上要恢复了 餐馆酒吧 马上可以开门了 只有这个时候呢 人们的信心 才能够重新被建立 所以我觉得 随着美国疫情 目前依然是在上升期 现在好像已经是 二十多万了吧 主持人 那么未来几周 美国很有可能会到百万几 百万几 因此呢 它的疫情没有到峰值之前 股市 尤其是美股 依然不会有本质上的打涨 所以如果各位希望抄底 百年股票 比如说 可口可乐 比如说 麦当劳 麦当劳好像还不是百年 波音 百年股票 像比如说这些美国的百年大股票 那么在上个星期一的时候 其实呢 麦当劳加波音加可口可乐 三家公司 抵不过中国茅台一家的市值 那么大家觉得波音 麦当劳加上可口可乐 这三家 是不是要比茅台更不值钱呢 我相信只要有稍稍懂得这几个词的人 都会知道哪个应该更值钱 所以大家如果希望还想买入这些股票 百年老股票 我觉得未来还是有机会 特别是在美国疫情加速上升 如果死亡人数突然大涨的时候 这个时候股市是不可能大涨 所以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耐心的等候 如果保守一点 那就到美国的峰值过了之后 再去进场出身 好的 感谢麦克的介绍 更多朋友了解信息 或者想跟您进行更多深入交流 该怎么样联系您呢 大家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3-8658-0602 和8658-0603 那么现在由于疫情的原因 我们现在已经是在家办公 因此呢 公司现在是目前只有少数的 这个技术人员留守 所有的大部分的人员已经在家办公 因此呢 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月 我们希望是一到两个月之内 在家 我们依然能够在电话 微信中为大家服务 联系方式 大家都有 好的 感谢麦克的介绍 8658-0603 还是欢迎各位播打 好的 麦克 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 再见 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由澳洲知名的股票和外汇券商 GoMarkets为您播报 GoMarkets 1998年成立 连续5年成为墨尔本地区 最受欢迎的券商称号 为您提供股票 外汇 黄金石油 全球指数 与数字货币等多种产品 GoMarkets 您的股票外汇首选交易券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